最後一個要跟各位介紹的叫做光年 光年就是光走一年的距離 大約是9.46乘以10的12次方公里 约略是9.5兆公里 这个数字不用背 历史上没有人考过这个数字 没有考过这个数字 你要知道的事情 你要知道的事情是 光年是光走一年的距离 所以它是个什么单位 长度的单位 它是一个距离的单位 它不是时间的单位 虽然它有个年 可是它不是时间的单位 它不是时间的单位 光年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 所以如果我们两个相距五光年 什么意思 光从你的身上发出来 要走五年到我的眼睛 然后我就看到你了 我看到一个五年前的你 五年前的你 你现在十四岁 我们相距五光年 你的光发过来 我看到十四岁的你的舍蜜金 十九岁了 这就是光年的意义 所以 织女星离地球二十六光年 表示光从织女星到地球要花 二十六年 表示你看到的是二十六年前的织女星 从故事发生之后 我每年都说一次 新色中心用这一体证明台湾学生 读史书 史读书 读书史 光年在之前学测 之前更长之前 大概民国九十九一九二 起来那时候 他考过两次 考第一次的时候 他的考法跟当时参考书的写法 几乎是完全一样 资女星离我二十六光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 光从资女星到地球要花二十六年 B 我看到二十六年前的资女星 C 人类坐探空船飞过去要花二十六年 答案是谁啊 C 因为是光束要花二十六年 蔡兰娃史书以光束万太以后 对不对 答案C 当年这一题 大家几乎全部写对 第二年再考一次 天狼星 我天狼星忘记了 十八的我早忘记 我什么乱讲 我现在忘记了 天狼星 天狼星 离地球十八光年 一光年的距离 九点四六 乘以十二十八公里 请问你 光从天狼星到地球要多久 A 九点四六乘以十二十八 B 十八 C 九点四六乘以十二十八 除以十八 珠 十八除以九点四六乘以十二十二十八 答案哪一个 18 18 一样 一样对不对 这一笔 错一口票 这一句错一口票 写法跟当时参考书的长出的话不太一样 所以 所以新测中用这一笔 证明台湾学生 史读书 读史书 读史书 读史 根本就没有完全了解 我希望你不是这种人 我希望你不是这种人 了解 什么是光你 光走一年的距离 是一个距离的单位 长度的单位 这个长度光要走一年 你离我二十六光年 表示你的光跑过来要花二十六年 表示我看到二十六年行的你 但是我们的太空船很慢 飞过去 远远超过二十六年 这就是我们的光年 OK吗 OK 很好 请写课堂练习